電話題部分的話,先把原來的總表複製一個 再來做這個動作 我這邊是有在增加比例在下面 然後換行特別注意是 這邊有一個叫Auto鍵加Enter 它才可以換行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很多人不太會換行 再來把列高稍微調大一點 調大如果剛剛好,你就快點這一條線兩下 它會調得剛剛好 然後就把這個公式做完 最後再把它適捨無路的話 就是減下來公式,不包含等號 再放在那個三角函數裡面的Round函數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這地方的話,我想盡量去熟悉這些功能 因為在Esser裡面用到最多的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這部分 其實主要還是什麼 熟悉公式熟悉函數 然後最近使用過也有 把公式貼上 然後取得整數就零 按個確定就好了 箱下填滿 再來趨勢圖可能改一下 也許剛剛我們是用直條圖啦 其實你也可以用其他圖 像折線圖我覺得也不錯 你可以怎麼樣 折線圖來源這一些 然後按確定 它有個折線圖 最高點 最高分跟最後 就是最後這個地方你也可以打勾 它有這個效果 另外它有這麼多的這種折線圖啦 因為我們選一個 反正就會有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效果出現 至於哪一個效果比較好 折線圖反正也不錯 有沒有 你會發現馬上可以呈現出那個 到底高高低低的效果 所以如果它一直往上就斜斜的 如果有高有低 那表示這個學生的成績好像不穩定 所以如果它的成績 考試的次數越高 越能夠看出它的成績高低的變化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趨勢圖 倒還蠻不錯的 也可以運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好 那這個地方也許你也可以再做變化 最後的話 其實因為今年呢 像大一全面都要 開始 城市設計必修 大二好像沒有吧 所以大一 大一的同學其實還蠻辛苦的 還沒有 進入到校園 第一件事就遇到要學習城市設計 所以 當然上學期 我發現他們學的有點哇哇叫 但是這學期好像大家比較進入狀況 我發現好像大家已經慢慢能夠接受那種 城市設計 所以 早上我們的城市設計課有講到 上這個地方也可以再多增加一個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前面的成績可以把它 怎麼樣 如果你成績改變之後 最好可以一鍵按下去 自動把學習成績自動填上去 自動再把圖顯示出來 感覺還蠻不錯的 所以像早上好像我們那個城市設計 大一必修 可是好像二三四年級就沒有學過 所以這個地方 我想說順便講一下 但如果可以你就跟 如果不行的話 反正這部分算是 就是延伸的加分體 如果你作業裡面有做的話 那會 可以斟酬給你 增加一點作業成績 如果沒有也沒有關係 反正這部分的話 我們稍微再補充一下 其實 這個地方可能需要什麼 撰寫VBA的程式 不過我發現反而這時候 大一的同學 有沒有 有學過程式 馬上就會看到差距的 這個好像早上才講過 是不是 應該寫這個沒有問題吧 因為我們早上 我們這一班蠻特別的大一同學 反而比較多 我剛剛算了他十位同學 所以這地方的話 要怎麼做 這兩個按鈕 其實我要的效果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公式 其實我只是把它 按下按鈕之後 自動幫我填上去 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幫我清掉 大概就這樣的效果 那這兩個按鈕怎麼做出來 其實程式非常簡單 就三行程式而已 那怎麼做呢 一 我們在這 我把它倒車一下 這個 恢復一下 假設原來這個沒有 讓它消失 然後呢 這個原來的東西也沒有 我把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這個也把它移除掉了 那做法特別重要 一 你如果說 將來要在VBA 在Excel裡面 能夠做出一些 自動化的動作 一 你要先把這個開發人員叫出來 開發人員 上面箭頭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裡面 這邊就有個開發人員 如果你有把這個開發人員打勾 上面這個東西才會出現 那所謂的開發人員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在Excel裡面做出一些自動化的東西 那這個自動化的東西 其實還蠻有其必要性 你可以看出來 如果你會寫一點程式 效率絕對是跟不會寫程式的人 有個落差 因為會寫按下去就好了 不會寫了 每天都重複做了 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想要 尤其是蠻經常性做的事情 我覺得非常有其必要性 可以把那個功能寫出來 所以待會請各位試著做做看 開發人員裡面先把它打勾 這個東西才會出現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 切到它開發人員裡面有一個叫Visual Basic 你就把這個Visual Basic裡面 看到你的專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第一步一定先從模組開始 插入模組 那在這個模組裡面要做什麼呢 插入一個模組 在任何地方按右鍵就可以 再來就是插入程序 一個按鈕呢 會產生一個程序 那程序名稱的話叫什麼 你可以自己取個名稱 比如說呢 我要輸出的是學期成績 所以我的這個地方 我就在這邊輸出學期成績 OK 假設這個按鈕上面 我希望顯示的是學期成績 按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撰寫那個重複指令的程式 這個地方的話需要寫一個for回圈 那回圈的意思就是重複執行什麼 所以我這邊是for 打一個for i 空一格 等於 i指的是第幾列 第二列 所以你在後面加一個2 空一格到 哪一列呢 它的最下面一列 不過我們先寫到31好了 假設我知道它後面到31 那我就輸入31 enter兩下打一個nets 好 那我就把 比如說我的成績要輸出到哪裡了 輸出到h欄 的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在這邊輸出 告訴他說儲存格在 這個VBA裡面叫sales 刮鬍之後的話 後面他會出現說 你哪一列啊 那就第二列 因為我這個ID會變動 234567 一直往下 豆點 h 雙引號 那雙引號指的是哪一欄的意思 雙引號 雙引號裡面是哪一欄 雙引號指的是一個文字 後刮鬍等於 再雙引號兩個 一樣 這段程式 其實也可以變一個清除 所以我把這一段程式 複製貼上 Ctrl C Ctrl V 或者是拖拉加一個Ctrl 把這邊改成清除好了 其實 這個撰寫 撰寫出來 這一段其實就清除 那這裡面 其實你可以丟公式 把這一些公式呢 放到這邊來 讓他重複執行 所以我這邊可以直接把 這個公式 複製了之後 再記得取消 那在貼上之前 你可以看一下 你這個儲存格 跟下一個儲存的關係 你會發現 它的2會變3 2變3 這個地方 所以 將來只要把這個2 變3的位置 把它改成I就可以 它會跟著你的列 不斷改變 所以我直接把 剛剛的公式 貼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並且 把剛剛這個2的地方 用I來代替 但是特別注意 因為它現在 這是一個完整的 一個完整的字串 一個完整的文字 你如果要把這個變數 放在中間的話 必須要先切開它 切開的話 就是先打兩個雙引號 然後再AND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被口訣了 雙引號兩個 AND兩個 然後加一個I 那AND前後呢 記得加上 空白 AND前後加上 這樣就OK了 那前面這個2 做法是一樣的 所以把它複製一下 把這個2貼上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程式 就撰寫完畢了 撰寫完畢之後的話 如果你要試試看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 郵標放清楚這個裡面執行 它這邊就清除了 這邊在執行的話呢 它就輸出了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吧 因為這個可能有一些同學 應該會比較有感覺 像大一這一屆的同學 因為一進來就被逼著 一定要學那個程式設計 所以我想其他大二大三大四同學 如果沒學過以後 恐怕會有威脅 因為連學弟學妹學的我都不會的話 你們會不會去問你們學長姐 這種VBA的問題呢 應該可能你們學長姐不會的話 那就很尷尬了 就是可能你們會的東西 他們反而不會 那我是建議啦 順便也學一下 如果既然已經選了這個課 我是覺得以身有裡面 如果不會這個東西的話 好像就少學了一個東西 就不完整 那各位也不用太擔心 我會把剛剛的東西 一樣照相 特別是我剛剛的東西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裡面 那你們可以在雲端哪個地方呢 雲端裡面的Excel四串表 雲端白板 找一下那個什麼呢 這邊有個解答 你把這個解答打開之後 剛剛的東西的解答 還有最下面我有把剛剛VBA的畫面 我剛剛寫的程式 都放在這裡 那如果你打字有問題 或者打比較慢 你可以直接Ctrl C 這個一模一樣 如果你直接把它貼到哪裡了 貼到這邊來的話 其實結果應該會是一樣的 那你執行起來也不會有問題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各位來說還蠻重要的 畫面先切一下 第一步的話 記得先把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第一個 我們如果要做出兩個按鈕 那該怎麼做 這個我先做完了 先開啟這個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然後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這個畫面不太清楚的話 雲端上都有 那這個程式如果你覺得太陨長 你插入一個模組之後 因為有些同學有學過 沒學過的同學 我看你乾脆直接從哪裡呢 這邊有個增加程式碼有沒有 請你把這些程式碼從這邊到這邊 有兩段 Sub到 這一段 Sub到 End Sub 這兩段Ctrl C 然後呢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模組的右邊空白處貼上 這樣你程式就寫完了 不過我建議啦 如果你實在是不太懂 這個到底做什麼 可以花一點時間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 現在好像職場上 需要會撰寫程式的比例越來越高了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做這個程式等於加上去了 再來就是怎麼樣 增加兩個按鈕 其實最後執行你直接可以從哪邊執行呢 從這邊點這個清除的中間 你按執行 執行就是上面這個 它一樣可以幫我把資料清除 一按這邊就執行 但是問題 以後如果我都要在VBA執行的話很麻煩 所以我們會需要什麼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一樣在開發人員插入一個 叫做表單控制向這邊按鈕 你把這個按鈕怎麼點它一下 在這邊呢 會出現時事的游標 拖拉 你可以自己決定大小 那你如果希望它大你就拖大一點 反正這個空間很大 然後他會問你說 那你按下去之後呢 你要執行哪一個聚集 其實就是VBA剛剛我們寫的程式 你就把這個執行複製它的名稱 那為什麼要複製名稱呢 因為按確定之後 上面是出現什麼按鈕起 那我把這個名稱 delete掉 把剛剛的聚集名稱貼上 這樣我就有一個按鈕了 把這個按鈕怎麼樣 再拉第二個 這邊再拉一個 這個叫什麼 叫清除 一樣的動作 把名稱複製 再把它怎麼樣 貼上清除兩個字來 這樣的話就可以清除 學習成績 這個是我們最後要同學做的 延伸性的一個練習 但是特別注意呢 你做完這個之後 以後如果說你希望讓 人家按下去 他能夠執行你的程式的話 還需要最後 把它存檔的時候注意一下 以前除直接儲存的時候呢 他會跳出這個訊息 因為預設的格式 他不支援那個程式 如果你要讓他支援程式的話 記得這邊不能按式 如果按式的話 剛剛的那些程式 他就會幫你刪掉 要選否 否之後的話呢 記得怎麼樣 把它存成什麼 瀏覽一下 記得哦 格式一定要選 不要選那個火藥布哦 記得選那個什麼呢 啟用聚集的火藥布 因為我們剛剛寫那些哦 在Excel裡面 他把它叫做聚集 其實就是VBA哦 好 那就記得選這一個 儲存 那名稱哦 請記得哦 請記得如果 因為今天練習哦 Poto上面 我有開一個作業區 那你們今天繳交的就是 102A好了 把名稱統一改成這個名稱 102A 把它儲存一下 就完成今天練習了 OK 大概是這樣啦 請試試看好了 尤其是VBA 那個這個部分 不是每個同學都有學過啦 不過呢 我有把剛剛的步驟哦 所以你剛剛我講的步驟呢 都有把最中央那部分的畫面哦 貼到那個雲端上面 那請各位哦 如果假設對於 剛剛的VBA比較不熟的同學哦 可以載到那個雲端白板上面哦 看一下